在介绍之前我们先回去复习以前学过的公式 这句话是告诉我 你如果不去费电能公式 你用以前学过的往回头蛋 你一样可以把答案算出来 第二个我刚刚跟你讲过了 未来基本上我们都算电功率 而不是直接算能量 那你就费电功率公式也是OK的 好第一个这些所谓的电能公式 都从以前学过公式变来的 第一个复习电流你还记得是什么算吗 电流定义是什么 电流定义叫做通过一个截面机 一秒钟通过几库轮对不对 所以公式显做i等于t分之q 左手边是代号 电流是时间分之电量 电量除以时间 右手边是单位 一秒钟通过一库轮叫做一安培 好一秒钟通过一库轮叫做一安培 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电流的定义 或者说你们说电流的公式 第二个叫电压 电压记得怎么放来的吗 什么叫做电力会差 就是这么多的电量 要差要有多少的电位能 推动单位电荷所需要的能量 公式叫做V等于Q分之一 一样左手边是代号 右手边是单位 如果当它一库轮有一焦耳的电位能差 就称为电位差叫做一伏特 一库轮一焦耳一伏特 叫做电压的当电压的定义 或者你们说的电压的当公式 这个电阻电阻什么奉拿 你记得吗 这个怎么定义的 通过这么大的电流需要多少的电压 记得吗 所以公式写错 R等于I分之V 左手边是代号 右手边是单位 如果要通过一安培 需要电位差一伏特 我们就称为这个电阻叫做一欧姆 一安培一伏特叫一欧姆 这是我们古时候就学过的三个 电压电流电阻的定义 电压电流电阻的公式 等一下电流的公式从它供来的 除了我们要记得这三个公式之外 在考试的题目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并联跟串联 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串联跟并联公式呢 第一个是你还记得电流的串联怎么算吗 总电流跟分电流有什么关系 串联的时候电流有什么关系 会通通都相等 总电流跟分电流都一样 I等I1等I2等I3等一点点点 那电池呢 电池的串联 电压的串联 串联 总电压跟分电压什么关系 还记得吗 要怎么办 相加 V1加V2加V3 要把它加起来 叫做串联的总电压跟分电压关系 还有一道电阻 电阻还记得吗 电阻串联怎么做 记得吗 R1R2串联总电流多少 记得怎么做 要相加 也是加起来 R1加R2加R3 把它加起来 OK 那这是它串联的公式 那并联呢 电流的并联 总电流跟分电有什么关系 相加很好 VI等于I1加R2加R3 那电池电压的并联 总电压跟分电压有什么关系 加等 V等于V1等于V2等于V3 比较讨压麻烦的是电阻的并联公式 用博语念很啰嗦一串 还记得吗 导数相加的导数 导数相加的导数 跟它的公式 它公式 OK 那我们在解评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会用到串联跟病人的关系 所以你要记住串联跟病人关系是什么 另外一个在提示离事 我讲过了 就这件事情 串联的时候电阻会变大 病人的时候电阻会变小 我提示过很多题目 你不需要计算 你只要知道这个降止 串联电阻会增加 病人电阻会减少 你的答案就出来了 我们曾经用长度跟面积 跟各位警示过 串联对病人的状况 然后就发现公式不需要用推导的 不需要用死背的 因为串联就是越来越长 长度是相加的 所以我们的串联时候电阻要相加 然后它跟长度成正比 所以呢 串联就等于加长 所以电阻会变大 我们讲过 长度越长电阻越大 病联就等于面积变大变粗 那么面积是跟电阻成反比 越粗的电阻会越小 那么所以要电阻的反过来代表面积 并在一起面积要加起来 所以就是导数相加 就等于总电阻的导数 等于总面积 我们用这个方法跟各位解释过 然后用可以 就会很容易理解 那个串联跟病人公司怎么混来的 反正就先记得这个结果叫做 串联的时候电阻会变大 病人的时候电阻会变小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可以吗 可以